战场上死寂一片 以少年为原心的一大圈军阵 在片刻错恶之后 就掀起整齐的铁甲震动声响 大军作战可不是来看热闹的 一时间长矛存促功务晚起 全部对准了那位自称大骊人士的少年进心 然后陈平安做了一个很不合时宜的动作 左手将怀木剑放回木匣 右手咸熟摘下酒葫芦 然后猛然高高举起左手 好像是在跟输水国大军说 各位稍等片刻 容我喝过酒再打不迟 顿时惹来了一阵潮水般的哗然 便是一些能争善战的教委都尉 都有些面面相去啊 这位一剑斩金甲的少年剑仙 难不成是一位万人敌 他方能如此从头到尾 闲庭进步一路长驱直入 视万人大军如无物 这场憋屈仗还怎么打 总不能让兄弟们拿性命去添一个无底洞吧 一百两银子的抚恤金是很高 可天底下的沙场袍则之间 谁愿意眼睁睁探着身边熟悉的一条条鲜活生命 变成一堆死物银子 初一和十五两把本命飞剑都已立下战功 无形中又助长了陈平安那种无敌假象 青竹剑仙那一剑披斩香宋宇梢的剑气 如一线潮水汹涌前冲 却被肆意飞略的初一不断在一线潮当中穿梭 点点滴滴陆续蚕食殆尽 而双手俱斧的疏水国兵家修士 被速度快到吓人的十五直指眉心 吓得魁梧壮汉不得不收起攻势 他可不愿与宋宇梢一命换命 不断与双腹遮挡在身体四周 传出一阵清脆育耳的叮咚叮咚声响 双腹更是火星四剑 宋宇梢顺势换了一口心气 手臂横伸出去 持有剑盲透露的毅然 腰挂竹鞘 浑身剑一暴涨 一袭黑衣无风而飘荡 能够再放手一战 快意至极 陈平安在抬起手臂 故弄玄虚之后 仰头喝酒的同时 在心中默念 初一十五啊 继续缠住你们的对手 招式哗里呼哨一点 也无妨 飞剑初一 如同纠缠不休的无赖汉 盯上了亲竹剑仙 这位小娘们 十五更是将那柄 重器双幅给肯咬得面目全非 满是坑坑哇哇 让魁梧汉子心疼不已 眼力与修为都高出众人一头的 清竹剑仙 这位志在疏水国老剑圣 向上人头的剑道宗师 在抵御初一的剑系 满脸杀气的愤怒出声 一语道破天机 那少年两次喝酒是假 唤气是真 五道宗师之战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陈平安已经放下手臂 将养剑湖别在腰间 越过大军布阵 朝那青竹剑仙 咧嘴一笑 换了一身新气象的宋语烧火上 交由他大笑道 哈哈哈哈 瓜屁 先前以符禄请出一尊 金甲力士的锦袍老者 在丧失了压箱底的宝贝后 苦笑一声 双手撵出三张青色符禄 只是符纹不再是金色 一张银色 两张珠字 再度丢制而出 又是三尊道家符禄派的 力士轰然落地 并惊而立 拦在主将大道之前 一尊银甲力士 两尊黄铜力士 当宋语烧和少年剑仙 连魅杀到大道眼前 无形之中 敌对双方 已经攻守转换 如果没有后者 宋语烧 其实已经战死于此 可多出一个 莫名其妙的搅局者 宋语烧反而占了些优势 楚豪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 无比惊奇 半辈子戎马生涯 大小三十余场战役 尚无败计 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所以这位脸色阴沉的大将军 悄悄将武夫真气 灌入手中那枚 银定模样的兵家重宝 这枚他夫人当年 那笔丰厚嫁妆当中最珍贵的甲丸 瞬间如水银 在楚豪披挂甲咒外边流淌 原本黑漆漆的军方中甲 变成了一副布满云纹古路的雪白薄甲 名为神人成鹿甲 山上俗称甘鹿甲 虽是兵家甲丸中的最下等品级 可变观疏水国在内 十数国 没有任何一位统军大将 能够拥有此物 当然不是那些手握雄兵的 国之抵柱们兜里没钱 而是有价无市 否则别说是价值一千五百枚雪花钱 就是价格在网上翻成一番 武将们都愿意砸锅卖铁购买衣服 三千枚山上雪花钱 三十万两银子 换来一张最好的保命符 谁不愿意掏这笔银子 根本是买不着而已 山上兵家修士 几乎全部垄断了甲丸 而剑修之外的炼骑士 纯粹体魄无法媲美前两者 因此更想要构置甲丸作为护身符 哪儿轮得到山下的武夫莽夫去染指 那不是暴殿天物是什么 宋宇烧开始前略 再无后顾之忧 以人一剑越发的一往无前 因为有陈平安帮着殿后 陈平安大笑一声一步向前 跨出两丈多远 回来 初一不情不愿地放过青竹剑仙 慢悠悠掠回 显然有些闹脾气 飞剑十五则转瞬间就环绕在陈平安四周 为他阻挡那些蜂拥而至的毛尖和剑士 始终站在战马背脊上的青竹剑仙 叹息一声 恋恋不舍地瞥了眼宋宇烧腰间竹鞘 这位江湖声望还要压过宋凤山一头的松西国剑仙 身体后倾脚尖一点 瞬间后掠出去 在空中转身 一脚脚踩在大道后方士族头顶之上 就这样飘然远端 彻底离开这只疏水国大军后 年轻剑仙 收起那节青竹物悬挂腰间 往周城方向缓缓行去 回望那感大道 他惋惜地说 再想要趁机夺取那把青神山竹鞘 不知道要熬到什么牛年马月 这宋宇烧此次能活下来的话 怎么都还能活个二三十年 青竹剑仙这一林阵脱逃 疏水国朝廷大军马上开始军心大乱 楚豪眼神有些疑惑 转头望向挤出地方驻军的布阵 只比乍营那略好一些 照理来说不该如此自乱阵脚才对啊 这四只疏水国关爱驻军 虽然战力远远不如自己嫡系兵马 可有两只精锐布军老营 曾经在边境战事熏陶过多年 远远不至于如此不堪呢 当楚豪看到一位地方驻军的统兵武将 非但没有制止近乎糜烂的糟糕局势 反而高坐马背 双臂还凶 好似置身世外的局外人 楚豪顿时脸色铁精 他气得牙关紧咬 恨不得策马飞奔过去乱刀将其砍成肉泥 楚豪脸色大变 他抬起屁股举目眺望 不知何时 大致暗兵不动的驻军后势布阵 反而成为阻碍楚氏嫡系经济救驾的存在 已经将大道下的自己 和数十计贴身互从与三千经济隔绝 宋宇烧一人对敌持府壮汉和锦袍老者 请出的俘虏历史 游有余力 始终在观察楚豪的一举一动 陈平安逐渐发现了事态发展的古怪之处 布阵的迅猛攻势缓缓下降 除了那波巨龙起来围攻自己的江湖高手 军中箭矢枪是越来越稀疏 最后干脆就变成隔岸观火 看戏一般 而且不断有都尉校尉模样的武将 在布阵缝隙策马游业 不断与一些下属武长和精锐士族诉说着什么 宋宇烧一剑将一尊黄铜力士拦腰斩断 被打回原形的俘虏在空中化作灰烬 又一剑划过两柄巨斧 一长串火星绚烂炸裂开来 向四面霸方鸡射散开 那些由斧头碎屑化成的滚烫火星 在远处士族的甲咒上崩碎 两两相机 甚至会发出细微的金石声 由此可见 战场上那位输水国武道第一人的修为 是何等金氏骇足 一剑逼退疏水国朝廷供奉的兵家建修之后 宋宇烧以剑尖指向楚豪他微笑道 老夫此次远道相迎 知情大将军楚豪一人去山庄做客 其余人等愿意死战就死战 已然见下生死自负